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次的 沒有 這是開箱 什麼都沒有發生 這次呢 我要開箱的東西是這個 前陣子呢 我開了蠻多韓國的東西 我就突然很好奇 韓國的泡麵呢 通常我只吃過兩款啦 兩款呢 一個是駭人不顯的 大家都說台灣泡麵第一第一 大家泡麵讚讚讚讚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 我們台灣第一 台灣泡麵讚讚讚 就不去吃其他國的泡麵啦 所以呢 我大概下個一半講 各位觀眾發現 欸 韓國的泡麵很多種 而且有很多 不太一樣啊 蠻道地的口味的感覺 我們就來一個一個試試看 那其實呢 我本來準備的是這個10種 可是我發現喔 我一直拍10種 不飽啊 一步一步來 如果這部點閱不錯 我們把後面的5種 乾麵類再拍出來 這次呢 我選的是5款湯麵 那我依依跟各位介紹 我買的有哪些 首先呢 是這個 蔬菜湯麵 香菜口味 厲害 要在哪裡呢 群素 全部都是素食耶 那再來還有這個 個人會蠻愛的這個 牛骨湯麵 牛骨湯麵在台灣其實確實是比較少見 所以我們可以試看 它跟一般這個牛肉麵有什麼差別 那再來就是這個 台灣這個很強啊 辣牛肉麵 幾乎所有的知名的台灣廠牌 都有做過這個辣的牛肉麵 再來是這個 泡菜 蘑菇湯麵 會不會跟琴丹麵差不多呢 再來是這個 我買下來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名稱 我們看英文上面應該是這個 雞蛋麵 那價格呢 我會放在 等一下拍手之後 跳出來的沾場 嘿 我們現在來煮麵 那今天代辦的一樣是木木 嗨 給我特寫囉 它的加上味好重 喔 我是可以吃香菜的人不是這個 哇操勒 你知道什麼是香菜 可是他們就是這碗麵 我有一點害怕吃這個麵 我第一次在香菜感到懼怕 你要吃五包 我們就吃原味好不好 開心點 台灣有一罐的人不會吃這個 像你嗎 我吃 我剛剛看你蠻抗拒的 網咖都這樣煮泡麵 幹嘛 真的啦 網咖這個超好吃 我們就不要在那邊跟你說什麼 我們煮這個趕著做下一道不用 你先慢慢來 我絕對沒有說 我這個是拍完超商心品 接著拍的 好倒 啊就沒辦法嘛 確診完 工作快點啊 能拍的趕快拍 放心 而且我呢 絕對公正公道 沒收錢 不好吃的東西 一律不公道 其實是這麼怕香菜 加油 是 確診的關係 讓我變得不喜歡香菜了 味道好重 味道很重 可是 蠻好喝的 它是一個蔬菜湯的那種感覺 然後濃濃的香菜味 而且這個香菜所以咬住你的舌根 那種 黏著 韓國的麵體都比較厲害耶 還是我太久沒有吃台灣泡麵 我覺得它的麵呢 非常的Q彈 非常的有嚼勁 好圈道都沒有比它那麼多了 那麼糖 真的 它麵體很好吃 而且 整體的蔬菜味是很棒的 整體的蔬菜味的那種感覺 就是香菜而已 有點重 可是它這個不是那種 新鮮香菜那個味道 它這個是那個香菜粉 我覺得挺不錯的 推薦你給喜歡吃香菜的人 拿麵五分吃一起 我覺得不錯 來 問我吃一口看看 感受一下 它麵很彈耶 有點手工感 嗯 挺不錯 它味道跟餅乾很像 螺旋的 然後上面好像也是香菜那個 浪味鮮 對 浪味鮮 浪味鮮它有一點 沒錯 有一點 但是這個比較好吃 這個比較好吃 真的耶 它麵一說 很像喔 對 蠻好吃的 它沒有那種討厭的素食味道 下一碗 要吃嗎 香菜呢 香菜後面 你現在沒有味覺 哈哈哈哈哈哈 激情過後呢 我們來吃它的牛骨湯麵 什麼 這一包 那你咧 沒有啦 辛拉麵沒有包 開座心中間要怎麼開 我怎麼可以把 透明層跟這個 噴開來 為什麼 我他媽怎麼辦到的 你不覺得 就是在拍這個 泡麵的時候 以前都會覺得齁 外面的那個 牛肉麵啊 他們湯都是自己調整 剛看到這個牛骨湯下去了 瞬間 我覺得我還有什麼東西碎掉 我還要突然餐透了 我不多說了各位 想吃好吃的 要是自己燉吧 牛肉湯OK 來 牛骨湯麵 好燙喔 吃麵先吃湯 你知道 它很像什麼嗎 我真的很不想這樣說 這不是牛肉湯 這是很濃的 科學麵粉包 不是 真的是耶 這是什麼很濃的 科學麵粉包 不要買零分 你不要以為我們再給你浮誇 來 香擠給我 牧你快吃 看看你的表情 是不是 是不是 怎麼會這樣子啊 怎麼會 這什麼牛骨麵 屁咧 這什麼同一麵 麵體的感覺也一模一樣 那我問我怎麼吃 一定又沒味道了 一定又沒味道了 為什麼 你說這應該是什麼味道來的 它的標準顯牛骨湯 可是我跟牧牧吃起來 我覺得就是 兩包同一吹麵的湯 他們全面加湯而已 沒味道的人 吃起來像這種 沒有 好了好了好了 這隻是零分 東南亞的都可以屌墊的感覺 這麼比這個好吃 整體的感覺真的是 只有廉價兩個字可以講 好我們來煮 辣的肉湯麵 好險它不好吃耶 不然我們會吃很多 上天的旨意 還好我選到它 不是我馬對它 期望值很高的 我們該不會用這一包 兩包 它的麵是剛那個 香菜麵的麵體 所以我覺得 Oh my God 我真的很喜歡它這個麵體 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這一點 麵這個 拿粉包 先放一些乾燥蔬菜 可是看起來 有誠意一點 有誠意多了 上發出來的香氣啊 就是天差地比 半夜不能開 餓死了 牛肉湯麵 我個人覺得應該會跟統一的這個 味道差不多 鮮入為主 不一樣耶 它的比較辣 然後味道比較清爽一點 它不是那種很紅燒的那種 牛肉麵 有點清燉加辣 還蠻特別的 胡椒味偏重的一種牛肉湯 還挺不錯的 但是辣 麵體依舊好吃 公平公正 你個人吃一個 它的辣好辣 是不是比較辣 可是它是很純粹的辣 它感覺沒有香 它就只有那種體感的辣 胡椒味有點重 對 胡椒 就目前我 我這樣吃起來 香菜麵第一名 對 香菜麵第一名 口感清爽 味又好 麵又好吃 怎麼會這樣呢 接下來我們來試這個 泡菜口鍋湯麵 一樣 麵體 乾料 再加了麵都蠻不錯的 好特別的味道 酸酸的 味道很像蕃茄味 對呀 各位 試吃這個 泡菜湯麵 先來一口湯 吃不太懂 因為它是蕃茄麵 它酸甜的味道很重 因為它是蕃茄麵 最後最後 像那一點的泡菜味出來 最後喔 我們再喝一口 這是泡菜麵 這個麵體呢 吃起來怎麼樣 沒什麼好處 這個麵就是好吃的 這個湯 我覺得一個 公平公正 來告訴我 聞起來就沒有泡菜麵 好酸 我覺得它 比較像番茄味 欸它尾茄很慢很慢 才有那一點點那個 泡菜味道才會出來 這真的是韓國人 弄出來的泡菜麵 我們給一個分數 剛剛牛果湯零分 三個是什麼 辣牛肉好像沒給分 辣牛肉好像沒給分 辣牛肉好像太辣了 三分 這個 它變火是不是泡菜麵 兩分 很慘欸 怎麼這種香菜麵是好吃的啦 對啊 韓國人那麼懂香菜了嗎 這個麵它會厲害 它現在目前能救助它的東西 就是它的麵 泡了一下 只會吃起來更像番茄 下一包 不其不帶不受傷害 欸 兩包死了 對啊 它有怎麼變好嗎 你看這個粉 我吃辣的 這好像V糊的味道 好香耶 我聞起來現在煮V糊 我真的這麼的都不好 不好也吃 V糊胡胡椒湯 這我阿嬤都會煮 不對阿嬤很會煮 你以為剛剛那牛果湯今天是最低分的嗎 這更辣 我原本給它有期待了 我沒有啊 我跟你講你當然吃會跟我一樣生氣 它真是麵條好一點 可是 太胡椒了 試一下 今天吃起來 這湯都有胡椒味 我怕心中的味道 完全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完全 今天如果 有懂韓文的人 或是我 在打說明的時候說明會看到這個是什麼 有可能 但是 我已經不管它芝不芝麻 它就是一碗胡椒麵 沒重點 很抱歉各位 這種很難過的心情要做結束了 這碗麵 比剛剛那個牛骨湯麵更糟 它應該是福利粉 先幫大家不要買 拜託 真的是 天阿 真的是不是藤麵麵太強了阿 除了那個香菜可以一筆之外 剩下的真的 但是韓國麵體真的是 不是這家 是剛剛那一家 真的讚 真的棒 可以試試看其他剛剛那些麵 還不錯 尤其是香菜麵 讚讚讚 好 這是以上的韓國泡麵德湯麵系列開箱 如果您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妨幫我按下喜歡 那如果你還很喜歡我的話呢 那也不要忘了按下訂閱喔 那我們就先這樣 喔 我好難吃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吧 Nah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